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度排行榜 这是一个AI驱动的新型媒体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网址是六度world 节目的内容是 加拿大最合适居住的十个城市 好的,我明白了 你想要的是加拿大最适合居住的十个城市的排行榜 让我们开始吧 排名第十的是Saskatoon Saskatoon Saskatoon是萨斯卡彻温省的一个城市 人口约为27万 这个城市以其美丽的和流河桥梁二文明 也因其活跃的艺术和音乐社区而受到赞誉 参考房价为30万美元美元 排名第九的是哈利法克斯 哈利法克斯是新斯科社省的省会 人口约为40万 这个城市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同时也是加拿大东海岸的主要经济中心 参考房价为32万美元 排名第八的是魁北克市 Quebec City 魁北克市是魁北克省的省会 人口约为53万 这个城市以其历史悠久的老城区和世界遗产地点而闻名 参考房价为27万5000美元 排名第七的是伦敦 伦敦 伦敦位于安大律省 人口约为38万 这个城市以其优秀的教育机构和丰富的文化活动而受到赞誉 参考房价为40万美元美元 排名第六的是卡尔加利 卡尔加利是阿尔伯塔省的一个城市 人口约为123万 这个城市以其美丽的自然景观和充满活力的经济而受到赞誉 参考房价为41万美元美元 排名第五的是维多利亚 Victoria 维多利亚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省会 人口约为85000 这个城市以其温和的气候和美丽的海滨景观而受到赞誉 参考房价为60万美元美元 排名第四的是温哥华 Vancouver 温哥华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个城市 人口约为63万 这个城市以其美丽的海滨和山脉 以及其多元化的文化和美食而受到赞誉 参考房价为100万美元美元 排名第三的是多伦多 Toronto 多伦多是安大律省的省会 人口约为280万 这个城市是加拿大的经济中心 同时也是一个多元化的文化中心 参考房价为80万美元美元 排名第二的是沃泰华 沃泰华是加拿大的首都 人口约为93万 这个城市以其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以及其优秀的教育机构而受到赞誉 参考房价为45万美元美元 排名第一的是蒙特利尔 Montreol 蒙特利尔是魁北克省的最大城市 人口约为170万 这个城市以其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以及其充满活力的艺术和音乐社区 而受到赞誉 参考房价为35万美元美元 总结一下 加拿大有很多适合居住的城市 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优点 无论你是喜欢历史和文化 还是喜欢自然和户外活动 你都可以在加拿大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城市 同时 加拿大的房价也相对较低 使得这些城市成为一个理想的居住地点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价格仅供参考 实际的房价可能会因地区和市场变化而有所不同 无论如何 加拿大的这些城市都是值得一看的地方 无论是作为居住地还是旅游目的地 我个人对这个排行榜比较满意 这些城市不仅有良好的经济和教育资源 还有丰富的文化和休闲活动 我尤其喜欢蒙特利尔和温哥华 他们的氛围和生活方式都非常吸引人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同意这个排行榜上的城市 或者你认为还有其他城市应该入选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分享你的观点和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读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读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读世界网址是六读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